可以Google一下那個 或者你可以記啦 叫data.gov.tw 如果說你要找什麼 找這個網址啊 甚至好像 後面改成台北吧 也可以到台北的 如果你把這個 data.gov.tw把它拿掉的話 會連到哪裡呢 其實 就會連到什麼 美國的開放資料 OK 如果你後面呢 假如說年齡的話 有沒有 所以網址 data.gov 有沒有 只有美國不需要 如果點什麼 點tl就台灣嘛 啊點 日本的話什麼 JP A吧 還是JP JP看一下 無法連上網路 因為他沒有開放資料 OK 好啦 反正大概是這樣子 裡面的話有一堆資料 你們可以針對那個資料集 全部的資料瀏覽 然後你甚至可以找一下關鍵 比如說跟什麼 住宅竊道 有關的話你可以找 住宅 竊道 或者打個竊道也可以啦 或者是交通啦 或者是治安啦 你會發現什麼 你就像剛剛我們討論的 台北市有 自行車竊道 點位資訊 還有什麼 住宅竊道 汽車竊道 之前我有個學生也是做報告 因為他剛好腳踏車被偷 所以他就是拿這個資料 來做分析 他主要想要知道說 哪一個 台北市哪一條 哪一區的切鑽鑽鑽最多 後來發現哪一區呢 就大安區 台大 對然後呢 大安大學常常被偷 最常被偷的就是丁州路 要不然螺絲浮路 因為台大那邊腳踏車最多 最好拖嘛 對不對 OK 然後 什麼時間 最容易失竊 對就上課時間 他們都有統計 把它做 所以這裡面都有CSV檔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不妨H可以拿這個 還有什麼 隨機搶奪的 OK 哪裡最容易 所以他想說哪 哪裡最容易被搶奪 OK有沒有 那一條路上你就要特別想 不知道後來我發現 我記得好像那個數字是在萬華 在那個龍山寺那個 附近 好像最容易被搶奪 所以 會不會有刻板印象 不過看起來實際上案例也不多啦 OK 那其他像什麼汽車接鑽按鍵 這些其實都 可以拿來做練習 所以你把它點擊 點擊開來之後的話 你會發現這邊就有CSV 有沒有 而且只有CSV 還沒有JSON 也沒有XML 所以你會發現很多都是CSV 那你可以按右鍵 可以把它 就是 複製連結 或者檢視資料 這邊也有 可以把這個網址連結一下 然後貼到我們那個 GET後面 其實就可以把資料給抓下來 OK 回去可以自己再把它練習看看 另外的話 JSON部分的話 你可以再找一下 這個JSON格式 這邊也是有一堆 所以在全部資料集裡面 你可以看一下底下這邊就有很多的相關的JSON 甚至還有XML 所以目前最多的你會發現 大概你只需要把 CSV JSON 沒有 XML網站 第二個 這三個 這三個你可以學會 大概就已經足夠了 那 這幾個去抓取那個網路資料部分的話 雖然說在用Excel裡面也可以辦得到 只是Excel有些地方還是會有限制 所以如果你希望能夠比較沒有限制的抓取資料的話 恐怕還是要把 這個Python部分 就是抓取的部分稍微練習 回去的話也許可以 把我們今天所做的 從這邊去抓幾個你比較有興趣的案例 做練習 最後剩一點時間的話 我們就是 再把那個 XML的部分 講一下 那XML怎麼去抓取 其實前面都一樣 那只是說呢 我們抓的時候那個後面的參數 不是Excel 所以如果把這一段程式 Import的部分 把它抓下來 但是抓的話 是抓那個 XML OK 但是抓XML 其實是最麻煩的 怎麼說呢 因為 我找了很多的套件 發現 抓下來 然後呢 很多套件裡面 要去抓XML 其實都會 非常的麻煩 那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這個XML 它的結構 它也比較複雜 你把它點開了 XML 那它其實基本上有點像一棵樹 Tree的概念 那這個Tree的話呢 最外面這個叫 跟 Root Root就是指這個 這一整個 那裡面長出來就是 一個一個的Data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是 第一筆Data 第二筆Data 有沒有 所以這個就是它的 它的枝 然後它的頁 有沒有 就生出去了 裡面的話呢 外面這個就是它的名稱 裡面的話就是它的資料 所以如果我要把它抓下來的話 那我後來找了很多個 那個XML的相關的套件 但是 都沒有辦法 很簡單 後來找到一個套件 我覺得還不錯 所以這邊可以分享給各位啦 這個其實我們花了蠻多時間 找到這個叫 Elementry 那這個Elementry 其實已經內建了 所以不用安裝 OK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它比較麻煩的地方是說 它不能直接抓什麼 抓那個網路 Request下來的東西 不能抓字串 它只能去讀取什麼 讀取檔案 所以 比較麻煩的地方就是說 我們必須 在這個地方做個轉變 什麼地方 就是說 為了要符合它的需求 所以我前面先做 一件事情 先把下載的東西 存成一個什麼 PM25的一個XML檔案 再位給Elementry這個 這個模組 去把它開啟 這個比較麻煩一點 所以有同學說 老師為什麼還要把它下載 沒辦法 因為這個Elementry 它只能這樣做 它不能直接 拿字串位給它 所以變成我們要轉個彎 所以第一步的話 在雲端上面的第15頁的地方 我是先把 這個檔案 先下載 把它存成一個什麼 存成一個 XML 名稱叫什麼 PM25.xml 把它執行 OK 執行完之後呢 這個應該已經把它 Write出去了 那我們看一下 應該在我們的 根目錄底下 就會有一個這個 PM25的這個 按右鍵 我用Nodepay加加開好了 就這個 有沒有 它的Root在這裡 Root在這裡 這個可以把它 點一下 有沒有 加號- 然後把裡面的 一個一個Data 抓出來 那怎麼抓 接下來第二段的話 就是底下這個 如果以後遇到 我們 這個地方的話 那我這邊一樣 是把它下載之後 轉成CSV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是 XML to CSV OK 那怎麼to CSV 底下的話呢 我是把 剛剛這個程式 一樣 貼到底下 但是呢 記得 把這個 FRONT 把它 拉到第二 第二行 那這個意思說 我從這個 XML的 Elementry 這個模組裡面 因為它裡面有很多 其他的 這個相關的方法 那我主要是用這個叫 Elementry的這個方法 那因為它名稱很長 所以我把它取個別名叫ET 有沒有 ET比較簡單 那這個ET裡面的話 有一個 方法 叫做PASS 這個 叫PASS PASS裡面的話 就解析 這個XML 所以我先把它下載下來之後 然後再把它開起來 然後解析它裡面 的相關東西 什麼要解析啦 實際上 就有點像解析這棵樹嘛 這棵樹裡面 所以我要把這棵樹 裡面的所有的Data 通通抓出來 然後把它裡面一個一個資料抓出來之後 再轉成CSV 所以基本上底下的部分就是 一樣是一個欄位名稱 然後呢 For Data inRaw Raw的話指的就是剛剛講的這棵樹 這個叫Raw OK 那這個Raw裡面的話 有很多的Data 所以把這棵樹有沒有 把它 一個一個 For each 裡面的Data 一個個抓出來 所以你會不會 展開來 裡面就一個Data 這個是第一個Data 第二個Data 第三個Data 就一個一個幫我把它解析出來 然後呢 我就把裡面的 第一個資料 怎麼稱呼呢 比如說新盈的話 特別注意喔 它有一個很簡單的方法 有點像串列 Data裡面的 第一個的話 就是中瓜 0 就指的是這一個 的Texer 所以喔 這個地方就抓到什麼 新盈 下一個的話就到台南 再下一個的話就到它的PMO 所以一個一個呢 通通抓出來之後 然後呢 我們就可以把 把它丟到 這一個 Format裡面的 大瓜糊 因為總共其實只有四欄 所以裡面的話就 0 1 2 3 OK 然後分別怎麼樣 把它放到這裡面來 串接串接 最後把它輸出 輸出的話呢 名稱也許我取名叫 這個 write.csb 一樣把它close好了 不然的話如果沒有close Close OK 這樣的話呢就把它輸出 資訊給各位看一下 這個時候就完成了 看一下喔 在我們的 這個根目底下 有沒有一個叫write 在這裡 打開來 write.csb 這個資料就出現了 那我把它 寬度調整一下 有沒有 就全部OK 就把xml 如果要存成什麼 csb的話 那程式 大致上 就是長這樣 其實 跟剛剛 最大的 差別地方 就是這個地方 可能要先把它 先存檔 然後再去讀檔 用這個element tree的 這個et 這個方法 這個pass OK把 存檔的檔案 一個一個把它抓出來 存檔就OK 這個程式部分的話 我是有把它放在 雲端白板的第16頁 OK 因為 這一期的時間 其實蠻有限的 後面的話今天本來是想說 後面還可以再講一些 其他有關 其他開放之下 甚至是 網路上抓取資料的部分 不過因為時間 可能沒有辦法那麼充裕 所以回去的話 請各位試試看 這個開放資料做完之後的話 看看後面的話 再去試著抓取網 網頁上的資料 不過網頁資料又比 現在的 還要來的更複雜 為什麼 因為網頁上面 其實包含了很多東西 按右鍵檢視原始碼 它裡面的話有很多很多的標籤 那你要看懂上面的標籤什麼意思 才能夠 抓取裡面的資料 其實就是網路爬充啦 不過 這個東西的話 如果有興趣的話 回去可以再試著做做看 OK 所以那個是跟HTML的語法有關 當然 所以如果你 HTML5或者44 會很一樣 其實差異性不大啦 其實主要就是 標準語法都一樣 標準標籤一樣 OK 所以第一個 如果你對HTML不熟的話 你可以先了解 什麼叫HTML OK 這樣的話 配合爬充 你以後 只要網頁上看到 是什麼 你就可以抓得到 你要的資料 並且把它存在你的資料庫裡面 做後續的統計分析 OK 好 畫面 再還給各位 OK 那這一期課程因為時間是真的還蠻短的 那之後如果說 你們還有相關的問題 其實不妨 也許可以把影片看 某個部分啦 最好是 具體一點的話就告訴我說幾分幾秒的地方 你可能某個地方不太懂 那我就可以馬上告訴你 喔 那個地方到底是什麼意思 出路之類 或者是說你們將來有什麼樣的新發現 可能我之前講的又不足 你可以想要補充的 歡迎 再提供給我一些 這個補充吧 最好是說如果之後 想要交作業的話 其實理論上應該這個課 是要有一個作業的啦 只是說因為我們時間實在太有限了 不然的話 理論上應該回去 就是你要做一個整合型的作業 這個所謂的整合型的作業 基本上第一個 就是下載網路資料 第二個的話 把它寫入資料庫 第三個做一個查詢功能 查詢系統 OK 比如說我現在要查什麼 可以很快查出來 OK大致上大概到這邊 然後後面其實 再衍生出去的話就是 再做一些樞紐分析 用Pandas 然後再繪製圖表 用main PriLab 後面其實都有 我是放在雲端白板上面啦 所以回去有些地方沒想到的話 你可以再花一點時間把它打開 然後去找相關的影片看看吧 OK 好 那不然就今天就 先到這裡 好 謝謝老師 謝謝老師 謝謝老師